哈囉 我店裡面有一兩隻大龍 前兩天有點派水道 我想說給他買一點 這種能夠打壓來餵他有沒有 結果到來要送幾個金來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是 能夠打壓跟朱文錦反正就是一樣的啦齁 這是到貨的第二天喔 那你看 身上那個白白有沒有像這一隻 身上有一點點白白的是外傷 大概像這個有沒有這個是體霉 身上有霉菌 其實可能是體外蟲也有可能是 捕撈的時候刮傷感染的 那其實有一部分是體霉啦 啊我昨天已經細菌消炎藥 體外蟲的藥 殺原蟲的 殺魚絲見蟲的都已經下去了 這是第二天 那其實這個跟金魚的檢疫一樣也是要做到兩個禮拜 弄乾淨我才會給魚吃 啊這個我們沒有要賣啦 所以不要問我 好 這個就 因為你看喔 因為你看喔 檢疫兩個禮拜花的藥錢 然後在一個四十缸裡面 有沒有 你說弄完了要賣多少 所以我們非常不太會去檢疫這種東西 你看那一隻魚 流進去裡面的那一隻 你看這個全身都是 我拍這影片最主要的給大家講說 你看 你為的 你買的豬蚊錦齁 有時候你今天買的豬蚊錦 是昨天打對頭蚊裡面刮起來的就是這樣 他身上 他可能有魚絲見蟲 然後有 魚絲見蟲是多細胞的 眼睛看得到的 那有可能你看不到的黴菌啊 還是原蟲體外蟲感染 那你像拿這樣子的魚 餵你的龍魚 風險係數就很高 齁 龍魚是掠食者啦 所以他的胃酸比較強 當他的身體狀態都好的時候 可能就沒事 但是 你一直在騎襪的騎 時間很長齁 只要有他 他正好免疫系統比較低下 就跟我們人 最近比較疲勞 結果就感冒了一樣 齁 就是 所以拿火爾胃就是一種 測試啦 測試你的魚 身體好不好 齁 那我們不會這樣做 而且我們都會 把它檢疫好弄到乾淨 一切都正常 都要兩個禮拜 齁 所以真正的那個 活體豬蚊錦的檢疫 是這樣做的 對了 像我們電賣的那個 冷凍耳料都沒有這個問題 齁 因為冷凍下去十幾度 二三十幾度以後 百分之九十九的病原菌 跟一些寄生蟲卵都會死掉 齁 所以我們是活體直接動的 那 之前有客人在問我說 老闆 你的是不是 他說網路上都有說 他們的活體是檢疫完 再下去冷凍的齁 我就跟客人說 我們的沒有 我們就活體直接動 齁 順便跟你們講 活兒 活兒檢疫完再下去 動那個都是放屁 啊 都是荷蘭的啊 我也可以今天這個活體來 活體來就直接動了 誰會一個 誰會一個豬蚊錦 在一個桶子裡面養三天 養三天 你說檢疫也是 也是屁話啊齁 誰會檢疫兩個禮拜 把它弄乾淨 才把它冷凍起來 好 所以我要順便講一下 那 我也可以跟著荷蘭 跟他說我們的活體都是檢疫過才動 但是 我覺得是屁話 所以我說不下去 好 我說不出來 吸的吸的吸的吸 啊像這個 譬如說他身上有 有黴菌啊 有體外蟲這些 你給他冷凍幾十度 然後冷凍個一個禮拜以後 才開始賣 病菌跟蟲都死掉了 所以我們店的魚 未冷凍的那個 豬蚊錦冷凍的蝦 我們的魚 其實 很少說有什麼毛病 你說會體外蟲還是什麼 反而龍魚 長時間會有的毛病是 死靈 靈片會侵蝕 就維他命缺乏跟 體內蟲 變毛蟲感染 好大概是這個毛病 所以 跟大家講一下活體的檢疫 豬蚊錦的檢疫 就是至少要兩個禮拜 至少要兩個禮拜 做足兩個禮拜以後才算乾淨 而且這裡面下藥 大家要下四次 就是殺菌殺蟲 給魚洗澡就對了 睡到晴替噹噹噹 然後第二個 冷凍額料的檢疫完再動 我個人覺得 我這邊是做不到啦 也許有人做得到 算他比較厲害 好 就這樣 剛好看到這個跟大家講一下 你看這個時候 拿這個去餵 就是高風險 好掰掰 對了 你們在買豬蚊錦的時候 注意看 那個魚缸裡面 如果有身體尾巴 尾巴 背部或者 背脊膏 腳這裡弄一塊 還有尾巴整個都爛掉 只剩下那個奇條一根一根的 那個叫柱狀籠包菌 那個也不要買 那個就是這種魚容易得的毛病 那 鋼子裡面已經有這樣 你就不要買 另外 在他的過濾器的吸水口 看到吸很多汁的話 也是這個豬蚊錦 弄在抖 你知道嗎 豬蚊錦 這個豬蚊錦 砍起來 有的時候 有栽的 他就比較沒有白 阿偶像沒有栽 總共比較白的 他就毛病比較多 然後斷在中邊 阿其實水珠管會下藥 他會下藥刀柱 但是不可能說 那個他刀兩個禮拜 再賣給你 所以他下藥刀柱 也是當天就賣阿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在買的時候 要觀察一下 最好買回家再檢疫一下 下一下 細菌性的藥 下一下白點的藥 白點就可以除底外蟲 細菌性的藥 像黃藥一類 所以如果你要這樣做 你就一次買多一點 剪一個兩個禮拜 弄乾淨 再給你的魚吃 不然的話 平常沒事就會冷凍的就好 所以在買 活體的 耳料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看那一缸是不是毛病很多 掰掰